是很大的影響 有時甚至是員工你眼看我眼地站定定在這裏 但沒辦法 因為我們打開門服務於我們的會員 所以就算是有沒有人來都好 我們都要開著門做生意 但營業額真的非常大影響 現在是社會氣氛艱難的時候 我們大家希望都為老師打打氣 就算真是很不開心或者什麼都好 希望他們都記得吃東西 放鬆一下 放鬆一下心情 近期的示威遊行令到親飲業避受打擊 日漏減少生意額下跌 香港的餐飲業可以說進入了十年最低潮 面對餐飲業的寒冬 這間餐廳的負責人又怎樣去面對呢 今天就跟他們老闆聊一聊 為什麼 最低生意額都會有三位數 有時候如果我們在一間餐廳去到三位數 都挺誇張的 以前我們就從來都沒試過 包括之前可能股市倒下 那些我們都沒試過有這麼低生意額 這裏的環境其實對著海景 在外面吃個午餐其實都不便宜 我們現在就想給一些優惠香港人 調低了去到六十八至七十八左右 這次可能是還要快 大概八三四元左右 每個業績都 即是都想吸引多些人來這裏支持一下 我們初長很開心 因為很多老師 甚至乎是做生意的人 他們都會租用我們的課室 去做一些training 分享或者課程 都挺踴躍的 租房的服務 都很多人用到 但最近就算他們持續 這個課程也好 持續的training也好 人流是少了很多 例如初初一班裏 可能有十幾個人參加 例如痛症拉筋班 即是一個sample 但是初初十幾人 現在變得只有三四個上課 那導師很好 導師都不想因為 因為只有這三四個 就取消了這個課堂 因為真的有這個需要 因為真的幫到他們身心健康 或者幫到他們一些職業病的舒緩 導師都會堅持下去 可以大家包容多些 努力多些 或者體諒多些 令香港快點 回復我們平靜的生活 這樣就開心了 不過我都對他們有信心 希望不會一直都是這樣 很心痛很心痛很矛盾 又不知做到什麼可以幫到他們 但是不在我們能力範圍所做到的事 唯有真是希望 真是感恩 希望香港以往 那麼多困難都過到了 今次都會過到的 看鄉島聽語 了解更多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看鄉島聽語 或許多雅 採用 或許多雅 在這裏 看到鄉島的